好 说到省钱 我们就要告诉您 最近日币贬值了 对我们来讲 到底有什么好处 旅行社就透露 说其实明年元月到日本去玩 就可以省比较多的钱 像是东京五天四夜的行程 去年要将近四万块 明年直接就砍个三四千 另外日系化妆品 也渴望可以捡便宜 不过如果你想要实际感受到 这波降教的话 恐怕必须要等到明年元月之后 至于很多的知名日系品牌服饰 真的这次日币贬值 他们说不会因此这样讲 想到日本玩 别急着现在 因为跨个年就能省荷包 日元贬值选择寒假到东京五天四夜 去年还要将近四万元 不过选在元月中旬到二月 直接省三到四千 想到东京赏樱花 同样有折扣五天四夜 日元还没贬钱 大约要三点二万 不过现在能省下一大张千元钞票 过例的下修的部分 民众的询问度也相对变高了 几成的成长 目前来讲 我们预估今年的寒假 大概有两成的一个成长 这个专区就是属于 日本最夯的门眼贴专区 不论面膜 保湿产品 琳瑯满目 日系商品 总是哈日迷的最爱 不过选择明年买 渴望能捡到便宜 不过年轻人喜爱的知名日系服饰 因为价格是每年调整一次 所以想要趁着日元扁 显便宜恐怕会失望 日元贬值想要实际感受 还得等到明年 不过只要会精打细算 还是能替自己审核爆 东森财经新闻 中小新闻吴志明 台北报道